下是一提胯一到位看到了吗 啊一到位啊三吧是一二三给予地板力量 然后呢借助地板力量推到脚趾尖再向后 ok 清楚了没有啊 这是两个传达重心啊 一二收胯平胯三再放下来啊 一共有几步三步啊看到没有跟恰恰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三吧为什么是粘稠度的感觉 因为他的胯部是做的就比恰恰的多啊 他就没有没有说没有人像恰恰那么干脆 所以说我们三把的步骤比较多 所以我们分了三步啊分了三步 一啊一顶胯 一啊一二三 恰恰是推一次然后给往后 推一次给往后 ok 那么三把呢看好啊 我们的三把是这样子看好 后腿的重啊后腿的重力推到前脚 那么前脚啊看 那么前脚在给地板力量的时候 我不需要像恰恰一样 要什么 要一下就向后了 嗯哼 三把呢 尽量的什么 尽量要从你的大目脚趾的内缘到什么 到你的脚掌内缘 什么叫脚掌内缘吧 我们看好 看我的脚 这个叫脚掌内缘 这个叫大目脚趾内侧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 所以说三把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我们用到的是脚掌的内侧 恰恰我们用到的是脚指尖的内缘 明白了吗 啊 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的不你的这个脚位就不一样 那脚位不一样的话 你的力量也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恰恰它是什么 它传导的力量 它是给他前脚接受力量 大根根根子压着地板 给一次就要向后退 那么三把呢 是什么 是脚掌恰恰恰恰与三把的跨骨 恰恰与三把的跨骨全部什么 全部都是利用后腿 推动重心的这个力量 后腿啊 只要你要是想要做你的跨骨这个位置啊 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你的后腿的重力 在往前推的这个一瞬间 啊 用这个力量去做你的扶盆 明白吗 就刚刚我是没有 我刚刚是没有做骨盆的 我刚刚只是给大家去做什么 重力的转换 以及前脚如何去接收后腿的力量 借助地板向后退啊 现在呢我要说我们后腿 再向前啊 再把你的主力腿的重量 往你的前脚施压的时候啊 这个前脚要借助这个地板的力量 还得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你的跨骨啊 加一个你的跨骨啊 大家看一次恰恰的跨骨 看啊恰恰的跨骨看好 然后侧面看一次 然后侧面看一次 打打啊 这个感觉啊 找到往上的感觉 往上的感觉 那他啊 在脚给力量的时候 脚往上啊 脚往上 呃 胯 胯往上啊 胯往上一下就要后退 但 但 看到了没有 就是 顶一次胯就要后退 OK 顶一次胯就要后退 清楚了吗 宝宝们 啊 就是三把 就是不是就是恰恰 就是他没有那个绕的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绕的这个圆 记住吗 他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顶胯啊 只有一个顶胯 那么这个顶胯 你的后腿的这个脚后跟 要抬起来 打打 OK 打打 打打 清楚吗 啊 就是恰恰的跨骨啊 是没有绕圆的 只有向上 向前 3 and 恰恰 1 and 2 3 and 恰恰 1 and 2 3 and 恰恰 1 and 2 3 and 恰恰 7 8 a 1 2 a 3 4 a 5 6 a 7 8 a 1 2 a 3 4 4 5 6 7 8 1 2 3 4 主力腿的斜后方啊 假方说我现在我的啊看我的左腿是主力腿 那我应该干嘛我应该往我的左腿的斜后方退看到没有斜后方 OK现在变成我的右腿了那应该往的右腿的斜后方好现在变成左腿了 左腿的斜后方 左腿的斜后方 右腿的斜后方 左腿的斜后方 右腿的斜后方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看到感觉我的这个腰就像那个麻花一样是不是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扭 一直在扭然后这个时候也会感觉到我的腿部线条比较好因为它都是什么退一个之后就隐藏了再退一个隐藏 在在恰恰和桑把都是都可以这样 那就拉力的感觉啊 要就像那个弹弓一样拉着慢慢落拉着慢慢落脚踝去慢慢控制这个是我想要的明白了吧这个是两个动作一定要清楚啊 那恰恰是za马上干脆的 在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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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桑把呢是 在 one 在 two 在 three 在 four 嗯哼 那桑把他落根就相对来说没有恰恰的那么的什么那么的干净那么的利索啊 它是脚踝是一直和地板是有一个za然后这脚踝什么桑把是脚跟脚跟刚要落 然后感觉又被什么za后脚啊刚要落然后又弹起来这种感觉然后恰恰是什么呢zaza啊哈看一次恰恰是 ru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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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桑把的是什么rumpa 哦 你看我马上我后脚往下落下去推动后脚往下落是推动 桑和桑把再向前推动都是要起根的明白吗啊 但是这个起根啊和你的膝盖啊看好就是你的只要一起跟这个膝盖肯定是往前会有一点什么弯曲的啊有一点点弯曲的对吗啊有点弯曲的啊有点弯曲的然后呢 听我说啊 然后啊我们的这个恰恰的这个膝盖啊是什么干脆的有时候大家看我的腿啊我的恰恰我需要两个腿贴住啊贴下然后马上打开 看好 一二一二看清楚了没有看到看到我这个恰恰这个膝盖了没有他什么贴住打开贴住打开很快的对不对啊他是贴住很快的啊推动推动贴住膝盖看好这个时候看我的腿要夹住夹住然后在放胯的时候 放下去的时候要慢慢放然后把你的胯部打开慢慢落这个脚踝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脚跟呢就是每个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我要说一下就是脚跟有的老师他会什么他会脚一直都是抬脚跟的啊也有落脚跟的啊 这两个没有对与错明白吗啊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不管是落脚跟还是不落脚跟他都是什么都是有一个推动完之后脚踝控制的感觉啊不会一步到位打就落下去了明白吗不会特别的实就把你的重量完全给到地板啊那样的话整个人就已经散了就没有那么要向上向右向后要绕一个大圆看好给重力 重 重 重 力 重 力 ok 再开一次啊 ok 再开一次啊 ok 再开一次啊 看好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有吗 就没大家做一次啊 给重 力 重 力 语言 我的快我的感觉